银河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的是一位新人男歌手 叫做閻雅倫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下一個閻雅倫 哈囉你好 哇今天就看到你一個人 是 來接受我的訪問耶 對很久不見 很開心啊很開心 是因為現在叫做 下一個閻雅倫 幹嘛一直講專輯名詞 沒有我現在上 現在是單飛了嗎 對算是一個人出來嘗試一下 對 出專輯 出專輯 我覺得看你的樣子也變了 嗯我吃出了 又高又瘦 對啊瘦蠻多的 然後把心也變 瘦了7公斤 對啊 為什麼 你以前也不胖啊 以前就是會有一點 嬰兒肥吧 哪有 有真的真的 真的嗎 對啊而且以前就是 跟著他們在旁邊 大家都覺得我是 裡面最嬌小的一個 是 對啊然後 可是你現在也變高嗎 沒有我一個人出來大家說 欸原來你沒有很矮這樣子 對 70幾公分 我177 對啊 對啊 算蠻高的吧 算是正常以上一點點這樣 是 對啊 而且今天我看到瘦蕎的時候 我就一直盯著他的眼睛看 我一直問他 我必問他有沒有畫眼線 沒有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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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為睫毛 只是因為媽媽生的好 太濃密了 是是 有人問過你這問題嗎 有啊每次只要就是訪問的時候 有個主持人或是DJ他們都會說 你是不是有畫眼線啊 這次好韓系什麼的 我說沒有 在韓國人開始畫眼線之前 你就已經有了 你已經有了很久了 很久了 對啊 這次要出這個下一個影像論 那個時候 心情是怎麼樣 在籌備期 其實就是一個蠻期待的 而且我自己對音樂的那個 累積的一些滿腔的熱血 終於可以在這一次就是 就是得到一點點的表演的機會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公司也好 製作人也好 有跟你討論嗎 有啊我從這張專輯一開始收割到 很後面的專輯的宣傳跟 imv的企劃 我其實都參與蠻多的意見的 然後他們也很 很願意跟我溝通 然後我也很尊重他們的專業 因為我覺得 其實幫我做這張的企劃很了解我 就像下一個我這個詞裡面寫的 就是真的很半自傳就是 感覺就是在寫我啦 然後我就覺得很放心 讓他去操作這整張的感覺 跟之後我在宣傳的時候 想要給人家的印象跟形象 你覺得特別是哪些歌詞 你覺得在寫你 我覺得這整篇歌詞都在寫我 第一個我第二個我第三個我 對然後最後說 我一直在等待下一個我挑戰這一個我 其實我自己心裡就是 常常會有很矛盾的想法跟意見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從小還是因為進了娛樂圈特別 沒有我從小就是一個想很多的人 然後我對周遭的事物也是非常敏感 然後有其任何的小變化我都會覺得 我都會感應得到 就是可能今天熱門哥今天可能早上吃 吃到壞肚子 吃壞肚子 然後來錄影的時候心情是有點誤則的 我也可以感覺得到 對啊 這算某種你察言觀色對不對 嗯 嗯 張得很開我的無關 可是問題是這樣子別人這些磁場會影響到你嗎 會 也會吧 很容易被影響 那剛才講的只是譬如說那個個體 他自己發生的一些事情 可是有時候我像因為我也是挺敏感的 對 有時候我們也會感覺到別人對我們的 的態度 對 這個在演藝圈有時候也很辛苦 有經歷過一段蠻痛苦的時間 對啊 因為 會在意別人的眼光 對 會被比較 然後對待會有冷熱 後保 都有吧 有 所以這些那怎麼有的時候適度的要把門關上 我選擇 面對 哦 因為 就是你還是讓自己暴露在那個訊息裡面 嗯 因為我覺得那對我來說是最真實 然後 那也是激勵我的一個動力啦 就像 為什麼蔡依林會在演唱會上面說 謝謝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我也是要謝謝那些人 因為 他們給我很多的更多的動力 然後想要把自己變得更好 嗯 你現在臉部線條變得比較硬哦 對啊 就是表情變得比較嚴肅 嗯 這是你覺得有 刻意還是它就自然而然的轉變 經過時間的洗禮嘛 嗯 我覺得自己比較 這要穩重一點啦 嗯 這也是家 就是公司的人 或是對家裡的人 都對我的期許吧 因為我以前就是蠻 蠻容易就是 蠻容易就是 把情緒放在臉上啊 或是什麼 對啊 最容易做的表情以前是什麼 最容易做的表情 會挑眉毛 還是會 突然那種 不以為然的 一撇嘴 還是 很容易 很容易表現在臉上 就是心裡的想法不容易藏起來 是 可是這次在籌備這一個的過程當中 都算是 很 很開心的 很 參與感很多 所以我也覺得 不只是開心 我覺得很滿足 因為我很感受到 大家對我的 願意去幫我在這邊 可能補足我的不足啊 或是告訴我應該要注意哪裡 其實 從小細節我可以 真的感受到很多的 很貼心 那時候你又跟 公司討論 你覺得你最適合唱什麼樣的歌嗎 我沒有 因為我在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唱歌方面 在那時候 應該沒有什麼人 會去 把我放在會唱歌的這個 框框裡面 所以我 我期待的是 等到他們給我什麼 我用心去詮釋 然後讓他們驚喜 我是用這樣的態度 對啊 所以製作人的壓力也蠻大的 他們也想說 到底要給你唱什麼樣的歌 嗯 對 然後他們有去試 我其實第一首唱的是裡面那個 翻唱曲 哪一首 忽然之間 哦 莫文蔚的 對 然後 其實我覺得唱完 配唱完這首歌 他們可能對我 稍微有點改觀了 為什麼要唱這首歌 為什麼 因為除了我自己很喜歡 莫文蔚的口吻跟口氣 他把很多的曲子都唱的是 他自己的故事 之外 我也很想挑戰 我能不能再 詮釋另外一個故事 我能不能講出另外一個故事 給大家聽 嗯 今天可以唱現場嗎 可以啊 哪些歌可以唱現場 你想我唱什麼 台語英文都可以 來個俄語 俄語我就不會了 不好意思 你會講台語 一點點 對對對 還是唱這次的 這個 作品裡面的歌好了 你來挑一首 不然就唱莫文蔚的破壞之間好了 好 我唱一段好了 我明白太放不開你的愛 太熟悉你的關懷 分不開 想你算是安慰還是悲哀 而現在 就算時針都停擺 就算生命像塵埃 分不開 也許我們反而更相信愛 來 耶 下一個 演好輪要拍 寫真嗎 或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還是會繼續 專心在 不管是就是 音樂作品上 嗯 自己有嘗試 會去嘗試很多的 創作 嗯 寫歌 之前其實從 《非人海》第一張 我就寫 開始寫 寫到這一張 但是我們那個 《華言》的作詞人 很挑剔 很厲害 嗯 有仁誠歌 又有陳信妍 然後姚若隆老師 又是仁誠歌的朋友 嗯 所以其實自己 一定要打到一個 很專業的程度 才有可能被公司用 錄取 能繼續努力 對啊對啊 打槍並不害怕 哈哈 這張專輯裡面 要不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有一首翻唱 對不對 那其他的幾首歌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 最喜歡的 或者覺得最困難的 它其實裡面 我覺得這張很多的風格 都集合在一起 譬如說剛剛翻唱的 有翻唱曲 也有一首是 完全只有鋼琴的演奏曲 那對我來說的挑戰就是 它總會有六頁譜 六到七頁 大概六頁半左右 所以呢 你要把所有的旋律都記在心裡 然後 其實在錄音的時候 就只有鋼琴 那聽得非常仔細 就是錄音出來 你哪一個地方 一點點都聽得出來 節拍得快慢 其實對我的那個節奏的訓練 是很有幫助 嗯哼 然後還有像 跟Olivia合唱的 其實這首歌也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那個是 Kiloro 那個團體裡面的 育成前春 特別為我們寫的 因為那個 這是新歌啦 對 是新歌 因為之前 劉若瑩的後來跟 很愛很愛你 是翻唱她的歌 但是這次呢 我們很榮幸地 邀到她的歌 然後我們唱了這首合唱曲 最後一演 然後還有一首是 那個 一觸即發 我覺得也蠻好玩的 是因為那個作者 剛剛好在那個 失戀的情境下 寫出了這首歌 所以特別可以感覺到 她失戀的心情在旋律裡面 然後下一個 我跟那個 Tank師兄幫我寫的 只看見你 也都是 抒情搖滾 跟我很喜歡的 抒情歌